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金像奖和金鸡奖双料最佳女主角 成为话语电影三大奖满贯的第三位演员 并成为首位完成该成就的90后演员 少年的你还提名了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国际影片 2021年周冬宇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 展现了他在电影界的专业地位和影响力 2023年他主演的燃东代表新家颇敬竹奥斯卡 2024年的赵云木宇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 周冬宇以其卓越的演技和不断突破自我的精神 成为了90后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陈都玲 陈都玲 1993年生于福建厦门 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内地的影视新星 2013年 他以Face Joking女神排行榜冠军的身份进入公众事业 2015年 陈都玲以电影《昨二》正式踏入演艺圈 并凭借该片获得上海影评人奖最佳新人女演员提名 2017年 他主演的首部电视剧《求婚大作战》播出 进一步扩大了他的知名度 2018年 在武侠剧《明红传》中 陈都玲首次挑战古装造型 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同年获得中国时尚权力榜年度突破女艺人和 凤凰网时尚之选票选最爱人妻爱康奖 自2019年起 他连续三年入选电影频道的星辰大海青年演员优选计划 证明了他在影视界的影响力 2020年获得凤凰网时尚之选年度时尚风格演员 2021年 他在县里片《红传》中式演阳开会 展现了他深厚的演技 并获得了新浪风格大赏年度时尚态度艺人 2023年 他在神话剧《长月镜》明中担任主演 荣获微博电影之夜年度潜力演员奖 陈都玲的演技在不断进步 期待在以后演艺生涯中 多多努力 多多拿奖 证明自己的实力 吴锦岩 吴锦岩 1990出生天府之国杜江艳士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 2014年 吴锦岩在民国情感戏风火家人 中艺人分饰两角 诠释清纯和俗艳两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 其精湛的演技和对角色的领悟力 深受观众认可 获得了第2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 最剧人气女演员 2018年主演演喜攻略 获得第24届画顶奖 中国古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 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戏剧人气员 第15届MAHB年度先生盛典突破演员奖 第5届中国电视好演员奖 最佳网剧女演员奖 2019年主演《浩兰传》 荣获第六届文荣奖最佳女主角奖 2022年获得微博世界大会微光荣耀年度魅艺演员 近期的主演的墨宇云坚也在热播中 吴锦岩具备较好的演技和领悟力 使他在影视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也深受观众们的喜爱 杨子 杨子1992年11月6日出生于北京市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2010级表演戏本科班 2004年同星出道 出演女生日记 获得第十二届中国电影童牛奖优秀儿童演员 2012年出演幸福来敲门和新术 分别荣获2011第一届索湖视频电视剧盛典最佳女配角 和2012第二届索湖视频电视剧盛典最佳女配角 幸福来敲门 新术 2013年 凭借守株人获得第十四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锋黄奖新人奖 2017年出演青云志和欢乐颂 分别获得第二届画顶奖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和第二十三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 欢乐颂 2018年主演香蜜沉沉浸如霜 获得第十四届画顶奖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 2019年主演亲爱的热爱的 获得第十六届画顶奖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同年友情出演烈火英雄 分别获得了第二十六届画顶奖中国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第十六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最受大学生欢迎女配角 第十一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角 第三十五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 2022年主演陈香如谢 分别获得第十五届画顶奖花语百强电视剧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和第三届新时代国际电视节班采罗奖新时代最佳古装女演员 2023年主演长相思 分别荣获2023年度总平榜人气女演员和 第十九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从家有儿女 如今已婷婷玉丽 养子一路成长 演技一家成熟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 1992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骑士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戏 2015年出演克拉恋人 荣获2015国剧盛典观众喜爱的新人女演员 2017年主演傲娇与偏见 荣获第四届中英电影节最佳新人奖 同年出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获得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奖 主演漂亮的李慧珍 分别获得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和第12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女演员 2021年主演长歌行 荣获中美电视节年度优秀青年演员奖 迪丽热巴以奇精致的五官 迷人的身材和天生的表演才能 事业界公认的最具潜力的小花旦之一 谭松韵 谭松韵 1990年出生于四川省卢州市徐永县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2015年出演旋风少女 获得第二届画顶奖中国百强电视剧最佳新锐演员奖 2016年主演狐狸的夏天 荣获第二届亚洲新媒体电影节金海欧奖最佳女主角奖 2016年主演最好的我们 荣获首届中国银川互联网电影节最佳互联网网络电影女主角奖 2020年主演一家人之名 分别获得第四届网影盛典年度最佳剧集女演员 第29届画顶奖当代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 2020国剧盛典年度青春飞跃女演员 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影视榜样2020年度总评榜人气女主角奖 谭松韵子出道以来 凭借作品而非外表赢得观众喜爱 多年的情分和演技上的不断精进 让她以情心自然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好评 证明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实力和魅力 李沁 李沁 1990年9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八城镇 被选中参演《红楼梦》中的少女薛宝钗 进入演艺圈 2010年出演《红楼梦》 荣获南方盛典年度影视颁奖礼金南方年度最佳新人 2014年主演《如果我爱你》 荣获国剧盛典最具潜力女演员奖 2019年出演电影《中国机长》 分别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金赫奖最佳女配角 第三届金色荧幕奖最佳女配角奖 2023年主演电视剧《人生之路》 获得第14届澳门国际电视节金莲花最佳女主角 2023年主演《梦中的那片海》 荣获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品质表现力巨星 李沁自踏入演艺圈以来 以其林家女孩的气质和清纯的外形 加上扎实的科班演技 迅速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金晨 金晨1990年出生于山东济南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民族舞专业 2020年主演电视剧《隐秘而伟大》 荣获2020国剧盛典年度演技突破女演员 2023年主演电影《孤注一致》 荣获第四届光影中国荣誉盛典年度荣誉推荐女演员 2024年主演电视剧《南来北往》 获得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品质演艺巨星的称号 金晨虽非表演专业出身 通过不懈的努力 演技也在不断的进步 在演艺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李毅童 李毅童 1990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2017年主演《射雕英雄传》 分别获得电视指南中国最剧产业影响力电视剧新人奖 和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新锐巨星奖 2020年主演《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荣获微博电影之夜 微博最受期待电影新力量 2023年出演特工任务 获得2024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品质创造力巨星 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表演训练 李毅童的表演却充满了灵性和力量 白鹿白鹿1994年出生于江苏省长州市 中国内地女演员模特 2017年主演《大王不容易》 荣获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前例电视剧女演员 2018年出演《凤球皇》 获得2019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戏剧前例一人 2019年主演《烈火军校》 获得2020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戏剧人气女一人 2021年主演《一生一世》 分别获得2021爱奇艺国际战年度娱乐盛典年度人气女演员 和第18届中美电视节年度优秀青年演员 2022年主演《警察荣誉》 获得2022爱奇艺尖叫之夜年度会员影响令女演员 白露的高颜值和出众身材 在众多整容脸中脱颖而出 她的清新自然之美备受赞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